下午,我去接老婆下班,就看到她公司楼下一群人正围在一起,赌得里三层外三层,里面还吵吵闹闹的,好像有人在大喊打第三者之类的话。 顿时,我被吸引了注意力,探头过去。 看热闹是人的天性,我也不例外。 可当我挤进人群,看到被摁在地上打的第三者时,顿时宛如雷劈一样傻在原地。 那个被打的第三者,正是我的老婆。 老婆此时被人推倒在地,胖女人一只手正举着手机拍摄着这一幕,另一只手抓着老婆的头发破口大骂,不要脸的东西。 大家都来看看啊,这女人勾搭我老公。 他身后站着一个西装男人,畏畏缩缩的缩在胖女人身后,也跟着骂道,就是这个臭婊子勾引我的。 老婆,幸亏你来得及时,要不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。 而我老婆呢,已经头发杂乱,衣服凌乱地呆坐在地,只是不停地流泪摇头,她伸手想去夺胖女人拍摄的手机,却被胖女人一巴掌又甩过来。 干什么?老娘今天非要曝光你,我看你个贱人,怎么有脸继续待在这里? 你凭什么打人?我终于反应过来。 抓住胖女人的手腕,制止了她的暴行。 你谁啊,胖女人依旧咄咄咄逼人,只是看我个头高大音调稍微放低了点。 帮小三,你该不会是这臭婊子的拼头吧? 我是她老公。 周围围观群众发出起哄的嘲笑声。 我本想问清这是怎么回事,可这时我发现老婆的头发粘连在头皮上,我心叫不好,伸手一摸,果然是出血了,头发被粘连在一起,再看我老婆,脸色惨白,神情涣散,瞳孔都快聚焦不了了。 出于对老婆的担忧与信任,我决定先把老婆送医。 我轰散了人群,打了110和120,期间胖女人还在不停咒骂,她老公倒是一直拽着胖女人,一副心里有鬼的样子,还想立刻走人。 不管今天是怎么一回事,打了人就想跑是不可能的,我和他们僵持一会,很快警察就赶来了。 看着警察把他们带走拘留,我也连忙抬着老婆上了救护车。 老婆已经晕了过去,到了医院,医生说老婆脑袋上的口子很长,必须剃发缝针才能进行手术。 她一向是最爱美的,我咬牙点头,手术结束,老婆头上裹着纱布正在昏睡。 我坐在床边,脑子里很乱,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。 我和老婆从大学到结婚,到现在,在一起已经是第九个年头。 人常说,婚姻有七年之痒,曾经,我一直很自信我和老婆的感情基础足以战胜七年之痒。 可当我们的婚姻迈入第七个年头时,我渐渐感觉到,我和老婆之间出现了裂缝。 按计划,我们本来打算今年要孩子,可岳父前年被查出了肺癌,岳父没有社保,每月医药费耗尽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积蓄。 我和老婆每人要多打两份工,才能勉强交上医药费。 生活极其拮据,因为前,我和老婆之间有了许多摩擦,经常吵架。 最近一段,老婆和我更是不怎么说话,甚至经常半夜才回来,她只冷冰冰说一句再加班,便睡了。 我和她睡在同一张床上,明明伸手就能碰到她,之间却好像隔了千山万鹤。 今天我去医院看岳父,他做了化疗,医生说化疗很有效,癌细胞扩散变慢了,岳父的情况越来越好。 我本想带着这个好消息,去接老婆下班,顺便吃顿好的,缓和一下我们俩紧张的关系,可疑到老婆公司楼下。 竟然看到了下午那一幕,老婆出轨了吗? 我不知道。 但她最近的动作的确很可疑,手机电脑看得很紧,经常看到她躲在厕所里发消息,微信的滴滴声一响,就是一整天,从卫生间出来时,神色很不对劲。 我突然想起,前段时间似乎还有快递寄到了家里,我看物流单上写的是什么口红香水套装,备注更是写着,送给我最亲爱的。 老婆见到我,老婆见到我拿着那快递很紧张,直接抢走进屋,从那之后,我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包裹。 我试着问,她就敷衍地说是她闺蜜送的。 又不是什么生日节日,她闺蜜好端端的,怎么突然送她这些东西。 越想,我心里越慌张。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,老婆似乎外面有人了,难不成真是下午那个男人,那胖女人难道真的没有冤枉老婆? 不,老婆绝不会背叛我的。 我脑子里乱成了一锅招。 这时,我老婆醒了,她正正望着天花板,听到我的声音,看见我的一瞬间泪如泉涌,眼泪哗啦啦地往外流。 医生来看了老婆,说她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,我这才放心。 我沉默地坐在床边。 我们两人谁都没有说话。 最后还是我忍不住了,先开了口,今天是怎么回事,打你的那个女人是谁,她老公和你有什么关系。 老婆听到我的话,只闭着嘴,一言不发。 我无可奈何。 加斯,你能不能说句话,那两个人现在还在派出所被扣着,你不说警察怎么处理,我又怎么办? 听到这话,老婆终于说话了,只是内容让我如坠冰窖。 她说,老公,咱们离婚吧。 我去了派出所,胖女人和她老公还被扣在那里,胖女人趾高气昂地要求私了。 我筋疲力尽,毕竟他们站里,只得答应和解,要了老婆的手术费。 接下来的日子,我在岳父那边,和老婆这里两边折返。 老婆浑身都是伤,脸上也有红肿。 她这段时间,没法去医院见岳父,哀求我帮她照顾岳父,更不要把这些事告诉岳父。 岳母生她的时候,大出血走得早,岳父一人拉扯打她,最是要面子。 如果知道了自己的事,恐怕会活活气死。 岳父果然一直在追问老婆去哪儿了。 我只得敷衍说老婆出差,才暂时安抚。 那天老婆说过那句话之后,我再也没有多问一句,自取其辱。 只是告诉了老婆,等她出院,我们就去办理离婚手续。 即使是离婚,岳父的病我也不会不管,但我们夫妻情分已断。 几天后,老婆出院了,我让她在家休息几天,可她执意要去上班,买了一顶假发,让我觉得有些僵硬陌生。 毕竟岳父还需要医药费,她这么倔强,我也不再阻拦。 挑了个日子,我跟老婆拿上了证件,一起去了一趟民政局,只是不凑巧,民政局系统故障,正在进行系统升级,要等几天才能办理。 也不差这几天,我安慰着自己。 是的,我不敢承认。 我依旧深爱着加斯,即使知道他背叛了我,也舍不得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抛弃他。 这天,我身体不舒服调休,自己在家。 卧室响起一阵消息震动声,我下意识地过去看,可门上了锁,我试着敲了敲,没有回应。 我找出了卧室那一大把备用钥匙,开门之后发现是老婆的iPad放在床上,上面登了老婆的威胁,所以才传来了消息的震动声。 鬼使神拆的,我拿起了老婆的iPad。 我和加斯的共识是互相信任,谁也不动谁的隐私,可在这个婚姻摇摇欲坠的关头。 我控制不了内心的躁动。 我太想知道,她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出轨的了。 打开iPad上的微信,我点进了刚刚给老婆发消息的聊天框,对方我也认识是老婆的小姐妹,江江。 同时,我看到我老婆给江江发去一张图片,正在加载,等加载出来,我脸都清了。 竟是我老婆拍了一张自己的宫位,她的桌子上不知道是谁扔了一只死老鼠,死状十分凄惨。 桌子上她的个人血针相框上,还被呼上了老鼠血。 江江,我的天,这是谁干的? 不知道。 昨天是蛇,今天是老鼠,呵呵,明天会是什么呢? 我看德心也揪了起来,看来加斯在公司并不好过啊,这应该是那个胖女人的手笔吧。 江江发来安抚的图片,思思,你真的不准备跟你老公说你那个傻逼上司张光远的事吗? 说了又能怎么样,我不能再耽误他了,我爸的病就是个无底洞,再这么拖累下去,天花一家也要被我压垮,离婚是我们之间最好的结局。 天花,正是我,我本名徐天花。 加斯的话让我愣住了,什么上司,又怎么扯到了岳父的病? 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? 所有人都骂你是小三,可是谁都不知道你才是那个被上司性骚扰的人。 为了叔叔的病,白白受了这么多的委屈,这还只是个开始,再这么下去,你还得受多少脏水,受多少辱骂。 李加斯,你是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啊,我实在看不下去了,钱给你,你赶紧辞职。 江江愤怒地发来大段大段的话,顺便发来两万块钱的微信转账。 加斯退回了转账,我不能丢掉这份工作,我爸的病耽搁不起。 你不用管我,你闺女的病一样需要钱,乖,不要担心,我能行的。 后面再说什么,我已经看不下去了。 我坐在床上发了半天的愣,才从江江和老婆的只言片语里捋明白过来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 那个我老婆的肩夫是他的上司,这王八蛋竟然职场性骚扰我老婆,他知道我老婆迫于岳父的医药费,不敢丢掉这份工作。 一定敢怒不敢言,上司的老婆发现他的小动作之后,这王八蛋肯定是胡说八道,一股脑把责任全推给了加斯,才会出现之前街上那一幕。 我的思路顿时豁然清晰,看着手机聊天记录里老婆平静的话,又气又怒,回过味儿来,实在心疼得不得了。 这个笨蛋,竟然想瞒着我忍下这委屈,狗日的生活啊,怎么就这么欺负人? 难道我们这些没背景的普通人,就不是人了吗? 心中酸涩男人,我正要给老婆打电话,告诉她我知道这事了,让她赶紧辞职。 手机里却先传来了我为岳父请的护工阿姨的电话铃声。 护工阿姨是个话多的老太,平时许多岁岁念,我百般畏惧,此时更是不想接电话。 可对面电话宛如追命一般,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,我摁掉就在打。 我开始觉得不对位了,正要去接,电话却挂断了,还没等我回播,就看到护工阿姨发来的短信,语气十万火急,徐先生,老爷子出事了。 等我赶到医院,岳父已经被推进了ICU,护工阿姨脸煞白,局促地站在病房里,走来走去。 隔壁床的大叔腿不残疾。 一向不动弹,此时居然不在病房里。 我这回顾不得好奇,焦急地询问阿姨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阿姨支支吾吾了半天,我再三追问,她才一咬牙,一股脑子都交代了出来。 听完她的话,我心都凉了,一屁股坐在了病床上。 原来,这两天,那胖女人拍的抓奸视频,不知不觉间,已经火遍了本地的微信群。 今天隔壁床大叔也看到了这条视频,嘴里不甘不敬地骂着,吸引了护工阿姨,两人一起嘟囔着看热闹。 而视频里有一瞬间打码没打好,我老婆长得又颇为标致。 隔壁床大叔一眼就认了出来,顿时哗然。 他和护工阿姨的惊讶八卦表情,显然引来了岳父的诧异。 这两人看热闹一般,把抓奸视频给岳父看了。 岳父本就是极其好面子的人, 在护工阿姨和大叔异样的目光下,他哆嗦着手,指着那手机视频里被摁在地上万人嘲讽的女儿,气得一口气没喘上来,直接栽倒了。 护工阿姨吓得赶紧找医生,混乱中,隔壁大叔怕担责任,赶忙坐着轮椅溜出去了。 说吧,阿姨还在喋喋不休地为自己开脱,咱也没想到老爷子承受能力这么差,对不对? 我和那谁才说了几句,他看着看着视频脸就白了,这跟我可没关系啊,我就骂了两句,出轨活该被打死,小三没教养什么的,这难道不是实话吗? 真稀奇,徐先生,平时可看不出你老婆是那种人啊,居然做小三是要遭报应的脸。 放他妈的狗屁,你这种长蛇腹才会遭报应。 我脑子嗡嗡响,大声地吼了回去,整个病房被我骂得震了两阵。 守在ICU外,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给老婆打去了电话,刚把这边的事一说,那边老婆乌叶声就止不住了。 他喊着马上过来,就把电话挂了,之后,我在抢救室外焦急地等待着。 中途护士出来了一次,神色显得有些为难,嘀嘀地说了一句,赶紧通知家里人都过来吧,别再,哎。 我浑身一凉,哆嗦着手,给老婆再次拨去电话。 距离我上次拨电话已经快二十分钟了,可还是迟迟没见老婆的人,现在电话也不接了。 老婆公司离这里并不远,开车几分钟而已,他为什么还不到? 护士又来了一次,语气比上次更急,我抖着腿进了抢救室,抢救床上。 岳父最近本已转好的气色,已然变得死白一片,眼神灰暗,皱纹勾壳欲深,似乎一瞬间老了二十岁。 我才发现老丈人的头发不知不觉已经全白了,他的意识已经很模糊了,食指微微动着,医生表示老爷子是有话要说。 我握住老爷子的手,凑过耳边,听见他气若油丝的颤音。 天,天花,家,家丝呢。 看着往日得了癌症,依旧生龙活虎,不露一点窃的老丈人,现在成了这副模样,我的眼泪也下来了。 握住他的手,我哽咽说着,爸,家丝在路上了。 您等等他,再等等他。 他瞪大了眼,十分不甘心,家丝,家,家丝他,怎么? 我知道他要问什么,家丝是被人冤枉了。 爸,您放心,我一定为家丝讨回公道,还他清白。 我说着,老丈人的眼微微亮了起来。 医生小声在我耳边说着,快歇吧,老人快不行了。 快不行了。 我满脑子回想着这句话,机械地说着,爸,您坚持一下,我现在就去接家丝,他肯定堵在路上了,您等着,我马上接家丝过来。 耳边嗡鸣,我冲出了手术室,开上车,一路狂奔。 老天终于开眼,这一道街市绿灯,我风吃电车,几分钟就赶到了老婆公司。 等不了电梯了,我不知累,一般直奔老婆公司所在的八楼,刚出楼梯口,气喘吁吁时,就听到这一层吵得可怕。 老婆公司方向传来男人的咆哮,夹杂着女人的哀悠痛哭。 那是我老婆的哭声。 我不顾前台的阻拦,直接闯进他们公司。 他们公司里,许多职员们都聚在一起,三三两两傅耳说着话,脸上时而露出轻蔑的神色。 人群中央,那个诬陷我老婆出轨,性骚扰她的王八蛋上司。 正堵在我老婆面前,指着我老婆的鼻子口沫横飞地大骂道。 齐加斯,我看你敢现在走,我看你敢在项目进展最紧要的关头走。 你要敢迈出公司一步,就直接给我滚蛋。 今天就算你爹死了,你他妈也得给老子做完这个项目。 一股血从我脑袋上冲上来,我冲上去,狠狠地一把抓住那毫无防备的王八蛋的头发,一拳砸了过去。 你他妈的还有没有人性? 我的突然出现,改变了整个局面,那名叫张光远的王八蛋,被我一拳揍翻了。 撞在办公桌边,哀呦哀呦惨叫,却没人来搀扶他。 老子回头,再跟你算账。 撂下一句话,我赶忙搀扶起老婆,直奔电梯。 这不是能耽误时间的时候,顾不得多说,我开车一路狂奔,终于在短短十来分钟里,走了个来回。 老婆强撑着身体,奔入医院。 只可惜,一切都来不及了。 医生正好将病床推出了ICU,神色肩末,上面盖着一层白布,看不到岳父熔岩。 罢!老婆亮亮呛呛扑了过去,趴在病床上乌液,嚎哭声震动了整层楼。 医生似乎也有些不忍。 直小声劝导,逝者已去,节哀。 可怎么节哀? 我们倾家荡产,为岳父治病,终于,化疗之后,岳父的病激进转好,我们才看到了黎明的曙光, 以为一家人可以好好团聚了。 可谁能想到,阴差阳错,岳父战胜了病魔,却输给了张光远这个阴险混蛋,魂归西天。 老婆哭得鼻涕,眼泪横流,抱着病床不舍撒手, 不管医生再怎么劝说,都不愿意离开岳父遗体。 我非常理解她的痛苦,当初岳母大出血霉了,岳父生怕女儿受委屈,不敢再婚,多年未娶,一个人有当爹有当妈的。 才把女儿拉扯大,老爷子晚年又得了癌症。 对于老婆来说,岳父可以说是她的半边天,如今却骤然坍塌,她还没来得及见岳父最后一面。 谁承想,多日前匆匆一面,竟是最后的相见,从此便是天人永隔了。 这一天,直到老婆哭婚过去,才给我机会操斥起岳父的后事。 岳父临前,老婆哽咽着跪在岳父面前,把生前不敢告诉岳父的事,都碎碎念一般对我说了出来。 我也了解到,原来几个月前,那张光远仗着老婆娘家背景,空降了老婆他们公司,成了总经理。 正好管着我老婆,这王八蛋,平时拿我老婆做的项目,当成自己业绩踏板抢工, 于是就让我老婆背黑锅不说,还对我老婆打起了坏主意,经常语言调戏,想在公司搞一出金屋藏娇。 职场性骚扰,让我老婆不堪其扰,多次想一怒离职,可是回家看到多达两份工疲惫的我,和大病轻茧的父亲。 就说不出离职的话,他一边偷偷找着新工作,一边上班还得应付张光远的动手动脚, 还要忍着上司为难晚上加班到半夜,十分疲倦,为了不露线,也不与我多说话。 张光远开始胆子还小,后来一打听就知道了老婆家里情况,知道他不好离职,越发肆无忌惮起来。 不但经常发微信骚扰老婆,更甚把礼物都送到了家里,在公司会议结束后,还把他堵在会议室里,幸亏同事忘了拿东西回来,他才免于一劫。 收入合适的工作太难找了,一旦收入跟不上。 全家资金就跟不上,岳父的医药费就会断,老婆越发焦虑。 直到前几天,老婆骑车下班,正要转入一条小路,却被张光远当场堵住,运行不轨。 幸好张光远老婆前来视察,才让老婆躲过一劫。 不过张光远老婆看见我老婆被张光远弄得凌乱的衣服,被张光远一顿颠倒黑白后,顿时火气大气,当着那么多人,公然把我老婆摁在地上暴打。 后面的我都清楚了,张光远掌握了舆论,让公司同事都认为老婆屈炎父是爱慕虚荣做小三,鼓励他,今天下午想来医院。 还被张光远卡住,故意为难。 看着灵堂前岳父慈祥的笑颜,我心里很难受。 岳父是个特别可爱的小老头,虽然常常对老婆吹胡子瞪眼的,但我知道他是一心为了女儿,对我也极为厚道。 和老婆结婚时,我家遇上困难,我给不出彩礼,岳父不但没要钱,还塞了我十万块钱给婚礼充门面。 对外把我这女婿吹上了天,可以说是一直把我当成亲儿子一样疼爱。 她得病之后,多次表示要回家,不治病了,可在老婆哀求下,还是答应了她,会安心治疗,还拿出了毕生积蓄。 想让女儿减轻负担,如果她知道自己得病,竟然会导致老婆受此大辱,恐怕宁愿一死,都不会让女儿受委屈。 看着跪在岳父临前,静静抽叶的老婆,我在心里默默地发着声, 爸,您放心,我答应过您,我一定为家私讨回公道,还她清白。 我会拼尽全力,以眼还眼,以牙还牙。 欺负过我老婆的人,一个都逃不掉。 那天晚上,我搂着老婆,问了她几个关键的问题。 家私,你有没有证据能证明那个王八蛋骚扰过你? 老婆点头,打开她的微信。 给我看,张光远那个王八犊子,果真一天都不安生,自从过来做了老婆的上级,一个劲地给老婆发骚扰消息, 什么宝贝,你今天真美,我好心动,一会开会,你坐我旁边,不要这么冷淡,只要你和我好,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 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话,满屏的白色聊天框,我老婆只冷淡地发几句哦,呵呵,不等等敷衍着。 看得我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 老婆又找出了几条录音,她很警惕,平时都尽量和同事凑在一起,一落单,就会打开手机录音。 这才收集到不少张光远的情话录音。 听完,我忍住冒火的双眼,好,你把这些都打个包发给我。 张光远职场性骚扰,铁证如山。 如果报警,这些玩意够她蹲几天橘子了,但,这不是太便宜她了吗? 假司,你们公司还有没有看不惯那王八蛋的人? 假司叹了口气,你应该问,公司有没有看得惯她的。 她刚到公司,什么都不懂,瞎指挥惹了很多人。 听着老婆滔滔不绝地讲述,我眉头一跳,似乎对如何报复张光远有了些眉目。 犹豫了一会,我终于问出了我最想知道的问题,还有,你有没有背? 我没有,怎么可能? 假司反应很大,一下就跳了起来,大声地对我喊着。 她脸色很难看,我赶忙安抚道,假司,你冷静点,我相信你,我只是怕你没有保护好自己。 如果老婆真的出了什么事,我不会觉得老婆怎么样,但是我想,我会完全失去理智,直接拿着屠刀冲到那王八蛋家里去。 幸好,假司哽咽着跟我抱怨起来,抱怨着自己这半年心里承受的巨大压力。 抱怨着我因为忙碌,没有及时发现她的不对劲,抱怨着我们明明睡在一张床上,却各自有各自的心思,完全不像一对恩爱夫妻。 我很愧疚,反思着自己对她的忽视。 最后,假司终于冷静下来,也为自己的冲动和隐瞒跟我道了歉。 这一晚,我们夫妻二人终于放下了隔阂,各自讲起了这大半年的心路历程,一解误会。 我搂着假司迷迷糊糊睡过去的时候,似乎梦到了岳父。 他只是远远地看着我,什么都没有说,也看不清神色,只是身影渐渐地消散。 化作魂雀,但我知道,他是在梦里向我托付,下半辈子,假司就交托给我了。 爸,您请放心吧。 我悄悄地去了一趟假司他们公司。 这天是周六,公司锁着门,我看到墙上有摄像头监控,应该照得到公司里面,转身下楼,去了物业监控室。 我本以为要一份监控拷贝得出点,写花点钱。 没成想那大哥爽快得很,直接就考了一份进我的U盘。 广物业监控的是个豪爽的东北大哥,他拍着桌子,喊着被迫消音的脏话,递给我U盘,劝道,兄弟,监控拿走。 责任我担着,摄出咋的,摄出也是人。 咱不能让自家娘们受这种委屈是不是? 我挺感动,硬塞了几百块钱给大哥,拿着这段张光远拦着老婆怒骂的视频离开。 这段视频,对我很有用。 葬礼办得很简单,岳父是个节俭的人,这个关头,我们也没有钱铺张,只是尽量让岳父体面地走。 岳父入土为安后,在我的劝说下,加斯和我一起去了一趟公司。 再回到这个受尽侮辱的地方,加斯显得很紧张,抓紧了我的胳膊。 幸好我个头高,给了加斯不少安全感。 一进公司,我们就又撞见了张光远。 又一次看见这个混蛋,我的牙就咬住了,死死地瞪着他,把他吓了一跳,下意识地退了两步。 加斯拽了拽我,我想起自己的计划,我收回了目光。 在我的陪同下,加斯的离职可以说是很顺利。 那张光远本想再在中间捣乱一番,被我一瞪眼给瞪闭嘴了。 等到加斯办完了所有手续,我们一起站了起来。 我故意走进了张光远,在他耳边压低了声音。 这是没完,日子还长,咱们走着瞧。 说完,我也不去看他惊疑的目光。 转头带着老婆走了,接下来的事,我自有安排。 走出公司,老婆轻轻叹了口气。 我知道,他是舍不得自己在这个公司辛苦做的业绩。 昨晚老婆曾告诉我,他家的一个月班,呕心沥雪做出的那份策划案被张光远否了。 可是他却不小心发现,张光远打算上报给集团的策划案,正是用的他自己的那份可谓句句照搬,一次不落。 而老婆先前苦于被限制,不敢说话,如今又已经离职,等于把功劳拱手向送。 直到现在,他想到下个月张光远会凭着自己这份策划案在集团会议展现能力。 还是宛如吃了屎,一般不爽。 我搂住他的肩膀笑道,别气,我帮你收拾他,我保证这个混蛋在集团会议上会老老实实地把功劳还给你。 我可不是说大话。 张光远的家庭地址,我很容易就打听到了。 一大早,我换了一身低调的装扮,去他们小区门口溜达了一圈。 张光远攀附老婆,住在本市一个高端小区里,还有保姆帮忙带娃。 听说张光远他老婆是集团一个三把手的近亲表妹,虽然不是大富之家,但有这层关系,怪不得能把张光远空降到老婆公司来。 哼着哥蹲在了小区门口,看着小区人来人往车来车去。 等到七八点钟,我终于等到了自己想见的人。 正是张光远的老婆,那个打了我老婆的胖女人。 她从楼上走下来,正抱着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,身后跟着帮忙提着书包的保姆。 保姆领着孩子走路出门,看起来孩子是要去上学。 我记下了车牌号,张光远家保姆和儿子的长相还有他们家的楼牌号。 摸清这边的情况之后,我就回家了。 从这天之后,我一连几天都来这个小区,悄悄观察。 也让我摸到了这一家人的规律。 保姆每天都会在清晨送张光远的儿子上学,胖女人偶尔会跟着下楼, 但更多的时间不出门,下午保姆再去学校把孩子接回来, 然后陪孩子在楼下的儿童乐园玩一会沙子在上楼。 周日,保姆会带着孩子去附近的某个兴趣颁补课。 确定规律,细致了计划之后。 这天,我跟着保姆送张光远儿子去上学。 刻意让保姆看见我这个陌生人几次。 放学,我就站在学校外面,陪着保姆和张光远儿子回去,一来一回,只隔着几步距离。 一天两天,保姆还不觉得什么,但是在第三天,我依旧如此的时候,保姆终于慌了。 这天下午,我跟着保姆回小区时,胖女人就守在小区门口,插着腰,似乎得到了消息,想看看是谁在搞事。 看见计划有进展,我振奋了精神,带着诡异的冷笑,跟在她儿子后面进了小区。 是你。 胖女人朝我看来,愣了愣,随后好像想起了我是谁。 露出了警惕的目光。 你不是那个臭婊子的拼头吗? 你来这里干嘛,天天跟着老娘儿子屁股后面干什么? 她的话让我非常不爽,但没关系,吃苦在后面。 我什么都没有说,在她和保姆惊恐的目光下,我只是从包里拿出来了什么温吞的傍晚光反射在那东西上,却寒光冷射。 这两个女人也被这东西吸引了注意力,仔细看去,吓得一声尖叫,后退着跑了。 我将口袋里的菜刀收了回去,微笑着目送胖女人抱着儿子离去。 后者边跑边叫,恐惧地回头看我。 或许是我一米八多健身过的身材比较唬人,再加上菜刀的加持, 这俩人在我的墓室下,亮呛着桃梅影了。 收工。 第二天,依旧如此。 胖女人今天一下车,就在四处搜寻着我的视线, 再看到我还在那里的一瞬间浑身一颤,抱紧了怀里的儿子, 让保姆走在她面前,在我面前如同见鬼一般跑了。 第三天,第四天,不管胖女人出不出现,我风雨无阻。 甚至还出现在儿童乐园旁边,带着微笑,看着保姆陪张光远的儿子玩沙子。 终于,胖女人报警了。 她找了警察来找我。 说我和她有仇,还持刀尾随。 张光远也出现了,他们在警察的庇护下找回了嚣张,对我破口大骂。 警察要搜我的身,我无辜地抬起手,任他们搜了一圈,一无所得。 我耸肩道,警察同志,冤枉啊,我可没带管制刀具,他们夫妻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,凭什么我不能来这里,这是什么道理,敢问哪条法律规定呢? 张光远夫妇脸红脖子粗地看着我,可终究是没有办法。 毕竟我什么都没干,也什么话都没有说,更没有证据证明我威胁他们要施以暴行。 警察拿我没办法,其中一个年轻警察把我拉到一边,拍拍我肩膀,劝道,小兄弟,别做傻事。 我点头,心说我不傻,也不会做违法的事。 警察走后,张光远欺负女人的时候倒是嚣张,可对一比他高一头的我,只会结结巴巴。 你,你叫徐,徐天华是吧,我告诉你,不管你想干什么,你得多想想,真,真做什么是吧,把自己搭进去了,得,得不偿失,是吧。 我假装听不懂他话里的求饶和虚张声势,冷笑一声,转头离开了。 一连半个月,我每天都风雨无阻地走在保姆和张光远,儿子身边不远。 陪伴他们上学下学,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请来的保镖。 我什么都没有干,这一家人却被我吓了个半死,报警都不顶用,实在无计可视。 到后面几天,胖女人也不张狂了,每天抱着儿子,开车上学下学,各种避着我,把儿子藏得密不透风。 看到他们这样,我反倒停止了持续大半个月的监视。 想必胖女人和张光远看到我不见了,会喜极而泣。 这段时间,给予了他们巨大的精神压力,也算完成了我的计划。 过了一段时间,我悄悄去看,胖女人已经彻底放下了心里的压力。 让生活节奏回归了正常。 我回到家,一进家门,便是饭香四溢。 加斯有一手好厨艺,我已经许久没享受过了,今天他难得下厨,做了一大桌美食。 吃饱喝足之后,我满足地摊在沙发上,怀里搂着老婆,心里很平静。 这就是我曾渴望不得的生活。 加斯趴在我身上捶我,下周末就是集团大会了,你的计划靠不靠谱啊? 我笑着摸摸他的头发。 放心,你老公算无一策。 加斯狠狠在我嘴上亲了一口,欢天喜得去洗澡了。 这段时间除了盯梢。 其他时间,我都用来陪加斯。 幸好,在我的陪伴下,加斯的心情逐渐走出了低谷,渐渐接受了岳父去世的现实。 另外,虽说这话有点不笑,但是的确是实话,岳父去世压在我们心上的大石,才终于颁开了。 不再有巨大的收入压力,我辞掉了兼职,主页只需供稿,这才让我有时间针对张光远一家人。 时间过得很快。 加斯公司的集团会议如期开启。 他请要好的同事帮忙,偷拍了一张张光远的照片发给我。 照片上的张光远,穿着一件深蓝色西服。 打扮得一丝不苟,戴上了眼镜,还真有几分专业架势。 而我,已经一大早就赶到了张光远家楼下。 今天,也是保姆带张光远儿子去补课的日子。 我悄悄跟在了保姆身后,这次我没有走近他,只是离了十几米的距离,根不丢即可。 路上,老婆给我发来了消息,称集团会议已经进行一半了。 我早就拿到了张光远的手机号,此时便是最好的时机。 拨过电话去,一开始都没接。 直到我拨了第三个,对面张光远才接起压低了声音,别烦我,我不买保险。 不要保险,要不要其他的? 我故意压低了声音。 我知道,张光远现在防备着我,肯定听得出我的声音。 果然,一瞬沉默后,张光远声音颤巍巍地响了起来, 你是徐天华,你要做什么? 你猜,我说话非常模棱两可,我们俩的事也该有个结果了吧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? 张光远此刻一定觉得我是恶魔。 偷了我老婆的策划案,当自己的业绩,很舒服吧。 我笑着说,现在主动承认真相,给家私道歉,可以放你一马。 对面的沉默,没有击退我。 你今天穿的深蓝色西装很精神,希望你识相点。 我说完这句话,便挂了电话。 随后,我从兜里拿出一个黑色的东西,将它打开。 再看我的手机,信号栏已经空了。 是的,这是一个强力信号屏蔽器。 我测试过,这玩意能覆盖周围四五十米的信号,我离保姆的距离是足够了。 再观察一下身边的路人,不少经过的人皱起了眉头,有打着电话的路人,直接大声喂了起来,还举高了手机,想测试高处有没有信号。 见此,我很满意。 我的计划里? 屏蔽器的强力,绝对是最重要的一环。 而保姆还一无所知地抱着孩子往前走,毕竟信号断几下,也并不是什么大事。 我紧盯着保姆兜里的手机,精神紧张。 一路尾随着,不让自己超出屏蔽器的距离。 直到十几分钟后,我眼睁睁地看着保姆将孩子送入了补习班,这才关闭信号屏蔽器。 网易脸上,老婆发来了一个兴奋的表情。 耶! 我微微一笑,成功了。 我打开老婆从同事那拿到的视频一看。 视角显然是偷拍的。 张光远在近百人的会议上,被迫承认刚刚那份让自己享受了认可和赞赏的策划案。 是盗用了自己下属家伺的心血。 并且当着许多集团领导的面,狠狠扇了自己两巴掌,称自己不是人,是个王八蛋,要为自己的偷盗行为道歉。 领导一个个脸色铁青。 我看得十分舒爽,将视频保存备份之后,打开了电话,拨打了一个号码。 随后,我就站在路边静静地等待。 果不其然,没几分钟,胖女人就带着一群亲戚赶来了补习班。 看到保姆在一旁拿着手机刷具和远处站在路边监控下,一动不动的我,琪琪傻眼了。 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? 保姆被胖女人劈头盖脸一顿骂,才委屈地掏出手机,称自己根本没有收到电话。 胖女人冲进屋里,找到儿子,抱着走过来,狠狠地往我脸上抽一巴掌,给我打。 我本可以躲过这一巴掌,却没躲。 胖女人都愣了,她身后的男人们冲上来都要报答我。 我抱住脑袋,小心地躲避着拳头。 才刚挨了两下,附近忽然响起了救护车的声音,呜哇呜哇呜哇地赶了过来,停在了我身旁。 这些打我的人也停下了动作。 我假装痛苦地跟救护车表示。 就是我叫的救护车。 医生愣了愣,把我抬上了担架。 我趴在担架边,朝着傻在路边的胖女人,一行人,露出一个微笑。 医院里,我借口先去厕所,找机会抠嗓子眼,在厕所里面转了几十圈。 一出来,站都站不稳了,护士就赶忙扶住了我。 哎呦,脸色怎么这么难看? 等我拍完CT,我老婆也收到消息赶过来,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抱住我。 她明知道我是在演戏,可是看见我脸上的巴掌印还是哭出来了。 医生问我情况的时候,我隔一句回答,变装做发愣的模样,只说自己头晕,总觉得一时模糊,浑身疼痛。 看着医生皱着眉头,又看了许久CT,最后在纸上写下了一次脑干损伤几个字。 这是我从某个论坛软件学到的段子,没想到真的可以。 感谢网友,我悄悄在老婆手心里写了两个字。 成了,可只收到老婆的含泪怒荡,后面的事就顺理成章了。 老婆报了警,称胖女人一伙人无故报答我,有路边监控为证,现在我已入院,被医生判断为疑似脑干损伤。 派出所动作很快,张光源反应也很快,电话在半个小时之后就来了。 她明白过来,我就是在故意设局搞她,我根本就没想绑架她的孩子,只是要让她心绪大乱,在集团里名誉扫地,还算计她老婆进了局子。 可又能怎么样? 我做好了万无一失的计划,就连当初打电话也说得极其模糊。 就算张光源有录音给警察听,也是毫无用处。 有谁规定我不能在她小区附近徘徊吗?有谁规定我不能拿着屏蔽器晃悠吗? 是他们自己钻进了我的圈套里。 张光源问我能不能和解,不好意思,我不接受。 不让这群人观几天橘子灭灭威风,怎结我和家私受得气? 你就不能放我一马吗? 将持一周,张光源老婆在派出所待的第七天,他终于崩溃了,开始求我。 我想,他老婆应该给他施加了许多压力吧。 我承认是我色心不死。 但我对你老婆也没怎么样,齐家私之前确实被我老婆打了,可我们也赔钱了。 再说,就算我拿了齐家私的策划案,那不是也承认了吗? 总公司都通报处分我了,你还想怎么样就不能放过我们一家吗? 张光源的话,让老婆都听得浑身发抖,他咬牙切齿地夺过手机,冲着电话另一头吼道,王八蛋。 我爸的死和你们都脱不了关系,你配说让我们放过吗? 当初我求你的时候,你放过我了吗? 你他妈的放过我了吗? 我连忙拿过手机,挂断了电话。 搂住老婆,她泪流满面,一遍遍地重复着告诉我,老公,我们不能放过她,我们不能放过她,不能放过她。 家私,你放心,咱们一定会让这个人渣受到报应的。 我收起了这段时间的吊铃铛,因为我忽然发现,老婆真的很在意当初的事,即使在我面前笑着,说不定心里还是一块霸。 不彻底把这件事解决了,或许老婆从此心里就成了不能触碰的伤疤。 而对于伤疤这种东西,就是要自己狠狠揭开,上过药,才好彻底治愈。 我不再拖延,开始动手着笔写稿。 等我连续通了两个销之后,一篇字数长达万字的文稿,终于完成。 文里穿插着很多图片,包括张光远对我老婆的骚扰短信,张光远用职权欺压老婆,张光远盗用老婆工作业绩始末, 即当初张光远老婆欺负加私的事件始末时间线,配上了我手头所有的证据,包括录音、视频、截图等等。 力求全文工整,严谨真实。 除此之外,我拿到的张光远公司监控也放了进去。 打包好邮件,我直接投给了几个熟悉的媒体朋友,得益于我的职业。 媒体公关,朋友们看过之后纷纷来安慰,义愤填膺地要帮我发稿的也有。 这么好的爆点,媒体人也不可能放过。 于公于私,他们都没有不大力催发新闻的理由。 所以,在2016年的夏天,在张光远老婆一行人还因为我的病症,未确诊,困在派出所被积压的时候,一条新闻悄无声息地从网上散播开了。 某公司上司性骚扰女下属,上司拦路女下属,称父亲去世,也得做完项目。 这是道德的沦丧,还是人性的扭曲? 先是我们本地的民生媒体。 来到医院采访我和老婆,进一步地催化了整个事件的发酵。 再是网络的传播,职场性骚扰上司欺压下属社畜的悲哀等等话题关键词,在网络上传播。 网友们大多都是普通人,在公司被欺负更是常事,对此都有共情。 这新闻获得了极大的关注量,新闻的评论量加起来都有数万。 在我的友谊散播下,张光远的照片和姓名都爆了出来。 张光远老婆欺负加斯的视频也被广为传播,只是这次,没有人再敢颠倒黑白,网友们一致抨击张光远, 那没有调查,就随便污蔑他人清白,暴打无辜人的老婆。 几天后,我听说,张光远已经不敢去公司了。 加斯以前同事也来了内部消息,称集团内部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,非常重视此事, 已成立调查组,一旦查清,张光远职位不保,将他捧上来的集团三把手都会被公司内部斗争给搞下去。 又过了几天,集团也在网上发了公告,称以彻查此事,属实,将会辞退张光远,并称,欢迎加斯重新回到公司,如果加斯能力足够,将会由他代替张光远的职位。 不得不说,集团很会做人,这一波下去,网友舆论从未转好。 双方接喜,我对这个惩罚也感到很满意。 张光远也被迫出面,在网上回应此事,称自己已被公司辞退,还对加斯道了歉。 随后,我接到张光远的电话,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,看起来过得并不好。 我都已经把事做尽了,你到底怎么才肯放过我们一架? 我估摸这时候也该到了,终于开始跟他谈条件。 当天下午,也就是住院二十多天之后,我打算出院了。 张光远赔了一大笔钱,给我和老婆来达到和解不说,还被踢出了公司,最后老婆反倒是踩着他爬了上去。 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局。 我心情很好,还想和老婆出去大吃一顿,庆祝我在床上,躺得腰都断了,换来的阶段性胜利。 可老婆却拒绝了我,似乎有什么事鬼鬼祟祟的瞒着我。 还未来得及生疑,我就从网上获得了答案。 张光远事件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他曾工作过的公司里,共有十数个女孩,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骚扰。 少数有录音,截图等证据,另外多数没有证据的女孩,也勇敢地站了出来,组成团体。 针对此事,齐齐发生谴责,联合起来撞告张光远。 老婆最近找不见人,正是和这些女孩们本地见面筹划发生去了。 有一部分某些姑娘虽然站了出来,但不愿露面出现,所以老婆一直鬼鬼祟祟的对外保密。 有些编辑者无论情况,全部忽略加害人的无耻,只会大骂受害者活该,此种言论宛如利刀,也让许多受害的女孩不敢说出真相,生怕成为重视之地。 这些姑娘的顾虑,都是可以理解的。 本地警方受理后,针对性地开始处理本风口浪尖上的事件。 张光远的老婆还没放出来,张光远又被抓进去了。 听说那王八蛋老婆出来之后,就和他离婚了,孩子也跟了妈妈,他老婆没脸在本地待,已经准备搬家了。 餐厅里,家司坐在我对面,挥着刀叉吃牛排,神色飞扬,这就是所谓的人才两空吧。 我笑着,给他擦了擦嘴,可惜,姑娘们没有确凿证据能让张光远坐牢,按他现在这罪名,就算有舆论压力,被关个十天八天,也就结束了。 家司没说话,只是眯着眼,笑得像只狐狸。 直到十天后,我又在网上听说了张光远事件的后续,才知道后面还有惊天俱雷。 一位曾在张光远手下的女师习生,在这个事件风声即将过去之时,在网络上曝光了自己被张光远在车内猥亵的全程录音。 当初小姑娘有心保存了证据,只是家里人为了名声,本打算忍耐,可见这人渣又要被放出来了,小姑娘实在不甘心,索性加入了反性骚扰团,带着当初收集东西证据,告张光远涉嫌强奸未遂。 据悉,因其案件恶劣程度加巨大舆论压力,本案极有可能让张光远最少可判刑三年刑期,最多则可判十年刑期。 那天早上,得知此消息的我目瞪口呆,眼睁睁看着老婆穿得干净利落去上班,赶忙在门前喊住了她。 卧槽,加巨,这时间卡得也太准了,张光远刚要出来又直接被烤回去,这简直是从天堂到地狱,你们是商量好的要玩死她吗? 加巨插着腰哼哼,那怎么了,她不过是恶有恶报罢了。 我笑着在她脑门上亲了一口。 认真地说道,不是恶有恶报,是好人终于明白,应当拿起屠刀。 面对这种无耻人渣,退让反而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。 唯有拿起屠刀,狠狠反击,才是解决之道,人的善良本就该带些锋芒。